HELLO 各位小瘋狂們大家好 我是PHINIX 這集影片要來回應羅振宇先生的一部影片 怎樣逼自己成為一個上進的人 為什麼想要來回應這個題目呢 因為原先的這部影片 雖然觀看次數破百萬 但是內容有點可惜 使用價值不高 一如他說要選擇適當的行業 還有要引發心流尋找不確定的反饋 其實都不是什麼具體可行的做法 對於想借出一些方法來改變自己的人來說 其實沒有什麼幫助 那我自己其實對這個議題相關的知識 有做一些研究 所以我就想說在此提出一些具體可行的做法 然後跟對這個主題有興趣的朋友們來做分享 首先我們討論的主題應該改為 如何幫助自己去做自己覺得該做的事情 這個事情通常不太緊急 你心裡又會有一點排斥它 像是學寫程式寫論文準備考試這些 你本身是有動機去做它的 但是因為你可以拖 所以通常你會寧願把時間花在其他 你自己覺得更有趣的事情上面 久而久之呢 也許你可能就覺得自己是一個 不上鏡的人了 如果你有類似這樣的問題的話 就邀請你繼續把影片看下去囉 首先我們來談 為什麼我們心理上會排斥這些事情 有一個常見的原因是 因為你之前在做它的時候碰壁了 因為你之前在做它的時候遇到了困難 而我們大腦是這樣 我們很容易討厭自己做不好的事情 我們很容易討厭自己不擅長的事情 所以你下次遇到它的時候就開始想拖延 開始想逃避 可是我跟你講一個好消息 我們大腦的學習能力很強 所以如果你把這件事情越做越好的話 你就會越能樂在其中 因此你要有的第一個認知是這樣子 你不是討厭排斥做某件事情 你只是需要一點時間來學習和練習 你不是討厭數學不是討厭有計畫學 沒有人生來就討厭這種學科的 只是你可能遇到了不適合的老師 只是你可能會需要調整 你原來運用的學習策略 找出更適當的方法來 接下來我會跟大家分享幾個技巧和方法 但請您先記得這個概念 當你越熟練的話 你就會越不會去討厭 現在的排斥和討厭都只是暫時的 你沒有要逼自己去做什麼事情 用逼的聽起來好像是要去做一件多困難的事情 好像是要去爬勝分 去西方取經一樣 但我相信大部分朋友想做的 只是翻開出來讀 打開電腦來做些學習 你不需要逼自己去做它 你只需要很簡單啦 先設定好 你要在什麼時候來做它 然後just do it 例如設定好 我會在起床慣洗後坐到書桌前面 然後讀20分鐘的英文 或者是呢 我會在晚上洗完澡之後打開電腦 開始看線上課程 那如果時間到的時候 你還是覺得很排斥怎麼辦 你心裡一直有個聲音跟你說 我現在就是不想做這件事情 很簡單喔 你就跟自己說 我就讀完這一頁就好 我就先做五分鐘就好了 如果看完一頁做完五分鐘 我還是覺得現在沒有什麼心情做這件事的話 那今天就先休息沒關係 明天再來繼續 所以這是我跟您分享的第一個方法 五分鐘法則 覺得費力前就停止 雖然你希望自己在洗澡後做一個小時的學習 但你不妨先讀個兩分鐘五分鐘 然後閉上眼睛跟自己說 我就先讀個五分鐘嘛 時間到了覺得累就先休息 透過像這樣子啊 讓你想做的事情變得非常簡單 不費力 來逐步的引導自己呢 對你要做的事情可以越來越熟悉 當你越熟練的時候呢 你就越不會去討厭 就像是遊戲裡面的新手教學一樣 遊戲設計是不會讓玩家在新手村就卡關 一開始一定要容易上手 循序漸進 然後啊 你一定要做一個動作 來幫助自己更投入到你在做的這件事情上面 你不能讓自己啊 像是看電視看電影一樣 被動的做這件事情 而是要讓自己啊 像玩遊戲 演奏樂器一樣 是主動的啊 在跟你做的事情互動 而畫被動為主動的關鍵呢 就在於輸出哦 你一定要以輸出為前提來做這件事情 做完之後你會留下一些什麼之後呢 你還可以隨時去回顧它 例如啊 寫新的筆記放上Facebook 畫出新字圖放到IG 或是錄下自己今天的英文口說練習 那你到底要用什麼方式來輸出 會跟你做的事情有關 但重點就是要做 輸出這個動作 它會幫助你呢 專注更容易產生心流 而且把你的成果 視覺化呈現得出來 你會更容易有成就感 感受到自己的進步 當你輸出的作品 筆記越來越多啊 就好像你在玩遊戲過程中 等級不斷提升 這些內容如果能放到社群媒體 當然很好 但內容不適合張貼的話也沒關係哦 你把紙本把電子檔留存下來 偶爾回顧一下 這整個過程是很容易引發 我們內在動機的 以遊戲來比喻的話 就像是玩家在遊戲中有主導權 可以做出很多有意義的選擇 以輸出為前提的時候 你就很容易找到這種掌控感 好那假設哦 你順利把今天的事情做完了 以輸出為前提完成了它 如果是在遊戲中完成任務後 都會得到獎勵嘛 你要怎麼樣也給自己一些獎勵呢 如何給自己鼓勵 讓自己下次更有動力 再去繼續努力 我看過很多書哦 都有提到過這個部分 例如享受一杯飲料 稱讚自己 看喜歡的節目等等 這樣做的確是有效的 但是我自己的經驗是 這樣其實也有點容易失敗 因為常常流於形式 無法帶來實質的獎勵意義 所以我提出一個我個人的觀點 給自己最好的獎勵呢 不是去做某件事情 而是呢 幫助自己去釋放先前累積的不適感 釋放掉疲勞 壓力 單調乏味 只要能幫助你 做出這種轉換的 都是好的方式 休息啊 聊天 聽樂等等都可以 只要它可以有效幫助你 釋放掉這些不適 綜合來說 最值得推薦的方法 我覺得絕對是運動 因為運動 對我們的身體 心理大腦都有幫助 然後你要注意去避免的事 繼續去做一些 會讓你累積疲勞 累積壓力的事情 剛才提到囉 完成任務後 你能給自己的獎勵 就是釋放不適感 這一點 就像是在遊戲中 打魔王 魔王不會一直連續打 打完一個 先休息一下 看看小兵 雜魚 看看故事 做個心情的轉換 改天再繼續打 那我來把這集影片的內容 做一個整理 如何幫助自己去做 自己覺得該做的事情呢 一 規劃好什麼時候做它 但在覺得費力前就停止 二 以輸出為前提來進行它 三 給自己最好的獎勵 就是充分釋放不適 如果你有拖延症 逃避症 我建議你一定要試試看 今天分享的這三個方法 這些方法都是有科學根據的 那我也歡迎你來將影片分享 給你身邊需要的朋友 我是Fenix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